我们的画面现在看到有一条分数方程 这条方程特别之处的地方就是 它里面的每一个分数 分子和分母各自都会有一个X 如是这的话 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契机 可以将分子降刺方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将分子写成分母的某一个形式 就是我以这个24-5X来做例子 24-5X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化成29-5X加1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整条色都要用这种方法 Apple下去的话 我们就会有下面的这个变换 调色就变成31 乘以29 over X加1 减5 再加29 over X加4 减6 然后加回外面的这个370 我们可以針对搞定了这些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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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出来的整数部分 减5减6 加起来就是减11 减11 -11 乘以这个31 就是-341 然后这个再加回这个370 刚刚好它就等于 剩29 这条数已经有很多的29出来了 左手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数字 就是剩29 就是剩29 我们看一看 搞定完这些数之后 我们就看到 嗯 这个数呢 这里有一个29 这里有一个29 如是者呢 两个分数的分子 都是有的29 那我们就可以抽公恩 抽走那个29 所以这条式的左手边呢 就变了31 乘这个29 然后我们剩下的就是 将 括回里面的东西 再写一次出来 1 over X加1 加1 over X加4 那就是这样而已 而右手边这个部分呢 同样道理 我们首先解决了这个整数的部分 加8-7就是正1 那正1 乘回这个29 那我们压外就要加这个29出来 然后我们又留意到 这条数 我们的两个分数 两个分数的分子呢 都是有这个31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又同样道理 我们可以将这个31呢 抽它出来 剩下的我们又可以用个括号 进入它了 1 over X加2 加1 over X加3 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消除 首先 左右 左右手边的这个29没有了 这个31乘以29 和29乘以31都没有了 那剩下就是一些分数的运算了 那如果我们再调一调到这四个分数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有以下的这一条式 那我们就会有以下的这一条式 那么变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它变成下面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会有2 over X加1 乘以X加3 等于2 over X加2 乘以X加4 那然后我们标准的做法呢 就当然是 交叉双成 那么 将这个X过去 将这个X过去 然后我们看到有2个2 2个2可以约了 没什么 那其实也就是这个 墳母 两个双等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下一步呢 墳母 既然两个双等 那就真的可以解出来 那所以这条式的左手边呢 我们会有X的平方 加4X加3 这个东西等于X的平方 加6X加8的 那这次又是有得弱的 X平方和X平方有得弱 立刻变成一条一次的方程 然后我们调一调到 我们就会有2X等于-5 那解得X呢 就等于-5 over 2 那记住 我们每逢解决 刚刚解决完一个分数的方程 由于我们中间肯定会将它 来个交叉双成之类的东西 那搞定完这些分数方程之后呢 那和解决完一个 金式方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最紧要就是要严根 就是丢回这个X 下去这条式 看看是不是左边等于右边 看看会不会有些增根 或者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根 成为了我们答案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要剔走它 那大致的做法就是这样 而这条数呢 如果我们把X等于-5 over 2 那它是其中一个根 那它就是这条数的答案了 那又是一条分析方程 我们又看看 那这个分母呢 可以被提取公斤的 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试一试吧 24 over x x-2 等于12 over x x-1 那右边就是加 x x-1 然后就是一个普通去份母的方法 那我们这条式就会变成 24 x x-1 等于12 x x-2 加 x 平方 x-1 的平方 x-2 这条式就会变成 分别是x x-2 一大串 是x x-1 的平方 x-2 x-2 减12 这条式等于0 那我们显而易见 第一个解 就是x 等于0 又或者 这个括回里面的东西等于0 那 但是我们看到又x 又x-1 的平方 又x-2 这么麻烦呢 那我们又用我们惯例的方法 把最麻烦的东西 就给它一个数据 叫y y 今次就等于x-1 那 站起y 等于x-1 的立场来说 那这条式呢 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变化了 就是 y 加1 就是 y 加1 就是等于x 那 然后乘以y 的平方 再乘以y 减1 这个东西 减12 等于0 那 那 然后我们有y 加1 和y 减1 就夹来变成 y 的平方 减1 那 然后再乘以下的这条式 那我们就会有以下的这条式 那 先给自己一些空间 我们新的式呢 就是 y 的4次方 减1 y 的2 次方 减12 等于0 那 那显而易见的化解呢 基本上一看就看出来了 y 的平方 加3 y 的平方 减4 这个东西等于0 那 那又是重复我们以前讲过的讨论 y 的平方 加3 那等于0 在实数范围呢 那就没有解的 那 y 加3 这个东西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就看 y 的平方 减4 等于0 那我们 y 的平方 减4等于0呢 也就是 有y 等于 x 减1 x 减1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 正负2 那 y 减1 就等于正负2 y 就不出只有两个可能性而已 那 一个呢 就是 不是y 是x x 的两个解呢 就是 x 3 和 x 等于负1 那配合这个x 等于0呢 那我们有三个数 我们可以拿出来验数的 我们刚刚说过 遇到这类的分析方程呢 那我们 计算完之后 是需要将每一个根 都拿出来验一验的 那 首先 一个x 等于0 先啦 那这些分析呢 今次糟糕了 全部 当我们拼完0之后呢 就变成 一个东西 等于一个东西 整条色呢 那就没有意思的 那所以呢 这个x 等于0呢 那就不适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虽然 它是适合我们这个变化完之后的要求 但是我们变化完之后呢 就没有了 要reject这个x 等于0 的解 那 x 等于0 由于不适合原本的这条色呢 所以就需要reject了 那 而剩下这两个呢 拼完下去呢 那就对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今次这一条方程 的解呢 是有两个 那 那第一个呢 就是x 1 等于3 x 2 等于-1